來看就是 基本上民進黨的支持者 基本上還是維持滿意的狀態 比較多 七成以上 那國民黨的支持者 不滿意者大致來自於國民黨的支持者 高達78.2% 也就是將近八成的 藍心的支持者不滿意 蔡英文總統 那我們來看就是 最近大家比較有關注就是 時代力量的部分 時代力量過去 對於這個小英總統的 時代力量支持者 對於小英總統的支持度 過去其實都比較高 都過半 那這也是 我們第一次發現說 時代力量對於蔡英文總統的 這個支持者 對於蔡英文總統的滿意度 有比較低 46.8% 而不滿意已經到了4成4 那在年齡的部分 我們比較特別要去關注 就是說 我們當初很支持 小英總統的青年世代 我們可以看到 在6月做的是 6成4的 20到29歲的 年輕人 他是6成4支持 滿意蔡英文總統的表現 但是我們到了這個月份 我們所做的名叫 是5成1 將近5成2 就51.6 換句話 中間就掉了 10個百分點 在這個青年的族群上 我想這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現象 台灣政府在就職 第100天的時候 所做的這個調查 包括小英總統的林權內閣 那時候我們就已經發現說 這個林權內閣在這個 我們社會大眾的這個心裡 他的滿意度跟不滿意度 已經發生了一個交叉 一個交會 當然是中間我們的政府 也適時推動了一些政策跟溝通 但看起來這個效果 可能不是那麼大 所以到了今天我們會發現說 林權內閣的這個不滿意度 還是一樣高於他的滿意度 那特別我們來看年輕人這一塊 這是特別的意義 在這個議題上我們可以看到 年紀越大的人越不支持 20到29歲有7成以上支持婚姻平權 只有21.9%不支持 30到39是6成以上支持 然後3成不支持 40到49是5成6支持 然後3成5不支持 然後到50歲以上都低於4成支持 都高於一半以上的人不支持 所以我們特別把它標出來 就是說在婚姻平權的議題上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那個進步價值 基本上確實是有世代差異 我們可以發現說 50歲以下的人 確實是比較支持 這個婚姻平權的議題 那我想這個 目前社會上的這個 所謂的一半一半的這個意見 大概是一種世代間的差異 青年世代跟這個 我們比較年長的世代 確實有在這個價值上是不一樣 就是說這個題目的設計是不涉及說 他的價值 他講九二工作一中課表 就整體來說 你對於他的表現滿不滿意 那我們看到說 還不錯 有3成2的 32.6%的人 是認為說 我基本上對紅袖處在 紅袭會的表現滿意 那當然啦 不滿意度還是高於滿意 有38%的民眾 是不滿意紅袖處的表現 但是這個差距其實不大 是在一層以內 那我們比較特別關心的 當然是 國民黨的支持者群眾怎麼看 那顯然紅袖處是成功的 因為國民黨支持者裡面 有72.7%的人是 滿意紅袖處在紅袭會的表現 那顯然至少他在 在紅袖處這個動作 在國民黨裡面是獲得 這個國民黨支持者 比較高度的認同